身把体坛三层皮一针见鞋看到底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中聊球 今天胖中跟个球迷咱们一起来聊聊闹新的中国足球 那么就在今天下午中国足球也是终于的亮出了他们底拍 正式公布了新赛季中超中甲中矣三个级别职业联赛的一个准入名单 那么这份准入名单其实在此之前几天 那么大家也都能够心里有个数了 也都能够听到一些风吹草动 最后上个赛季中超联赛的新科冠军 江苏队也是暗人的减赛无缘新赛季的中超联赛的注册 那么但是呢中超2到16名所有的球队全部完成保击 对吧原本已经降级的联赛倒数第一名 是吧石家庄永超也就是说本赛季他们改名了 是吧迁移了城市改为了苍中雄狮了 那么这支球队呢顺利的完成了保击 那么地补重新回到了中超完成了一个保命 那么可以说这样一个操作也确实是足鞋的一个无奈之举 但是呢这样一句话被传出去之后 是吧你中超冠军玩了一年 玩到底拿了冠军玩没了 结果呢中超2到16名球队全都保了命了 那么玩到最后大家玩个冠军图的啥呢 对不对 大家疯狂的当初烧钱啊 饮员啊 对吧最终砸出来个冠军 结果把自己给砸没了 结果人家呢小家家过日子 是吧 我节省着花钱的能够精打气算的 反而能够活到最后 那么你说这些烧钱的俱乐部 他图的个啥呢 那么中国足球说实话 你过去十年疯狂的往里烧钱 你烧出来点啥呢 毫无疑问在这一天 当中国足协当你正式的宣布了 这三个级别职业联赛的一个 正式的准入名单之后 我们中国足球再一次成为了 整个世界足弹的一个大的笑话 其实原计划中超联赛会有两支球队 要面临着无法完成准入的 一个是江苏队 另外一个是天津太达 但是天津太达的最后起死回生 大家也都知道前段时间 传出来的各种的风波 是吧 那么最后时刻也是在悬崖边上 完成了一个力挽狂澜 但实际上呢 坊间啊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话 是吧 天津方面说 哎呀我是真的不想玩了 结果呢足协说 不行你必须玩 当然呢 这只是球迷咱们说出来的一句玩笑话呀 但是实际上听上来 确实是有那么几分道理的 那么目前来看呢 其实也是足协方面是吧 主动的出生 能够希望保住更多的中超球队 能够不让这么一个闹剧延续下去 江苏队呢是确实 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已经坠下去了 是吧 想救救不上来了 但是呢 天津队这边呢 还在悬崖边上 我一捞一把 能把他救回来 对吧 你不想玩 你也这个时候必须得给我回来玩 对吧 你不玩 他也不玩 最后弄了 说不玩就不玩了 最后足协找谁玩去 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 你不玩也得玩 我得把你救回来 救回来之后呢 起码我面子上能挂得住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操作啊 再一次啊 让我们回想起了一支俱乐部 确实是 非常的令人感到惋惜和可怜 谁呢 就是上个赛季解赛的天海啊 对不对 上个赛季天海 人家还想坚持的再玩一玩 是吧 很多的球员都站出来 是吧 球员都想重仇 把这个俱乐部给坚持下去 结果呢 足协你就是硬生生的 把这个俱乐部给他扼杀掉了 不让人家玩了 那么本赛季同样都是天津的球队 太打也不想玩了 那么为什么你最后还要把这个天津队 给保留住呢 对吧 这是引起我们反思的事情啊 对不对 同样都是天津的俱乐部 那么上个赛季 你就那样操作 这个赛季这样操作 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脸 啪啦 打肿了吗 对不对 如今中国足协这样的一个招令西改 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 有些令人失望了 那么此前多次面对央视的专访 是吧 陈旭元作为中国足协的一把手 也是承诺过很多的事情 但是最终都没有承诺完成 对不对 那么你的职业联盟至今为止 我们还连个毛都没有抓到 职业联盟承诺到哪里去了 职业联盟何时能够正式的 能够在我们中国足球里 真正的见到他的身影呢 还何时开始执行自己的一些权利呢 对吧 我们至今为止没有看到 对不对 我们谈什么冲出亚洲 我们谈什么走向世界呢 对不对 这是中国足协接下来 应该去反思的事情了 我们不要好过物源 我们不要去想着 想在五年之内 十年之内 就要把中国足球整体的水平 我要提高到一个什么样子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要扎扎实实的 从最基础的 从零到一的那一步 把这一步卖好 当你把零卖到一的时候 你再考虑 如何再把一卖到二上去 你不要想着从零一下子卖到九十九 你没有那个本事 所以说呢 现在中国足球真的要好好自我的反思一下 不要总是在想着那些虚无缥缘的东西 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的一些行为工作 落到实处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足球能够有一个 美好的明天吧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达熊 大家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周达熊 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达天天明天 聊到这儿 聊到这儿